七百七十七集 就在雷龙分身抛出玄光长老的一刹那 虚空突然震颤 一人踏空而来 此人手持一根金光灿灿的巨棍 巨棍挥动之间 如同天河横卷 搅碎星空 霸道到极致的力量 让雷龙分身周围的景象 都变得虚无缥缈起来 而身在其中的雷龙分身 更是感觉自己被一座巨大的神山 牢牢镇压 难以动弹 金色巨棍猛然砸下 虚空之中有一个阵盘 而头顶之上则有一根巨棍 更危险的是 雷龙分身隐隐地感觉到 还有一个实力极其强大的人 正隐藏在暗处 这个实力极其强大的人 修为绝对不在他之下 随时都有可能对他出手 雷龙分身现在 正处于一个必杀的陷阱之中 任何一个零到九重巅峰的强者 身处这种境地 都是实死无生 越是危险就越要冷静 雷龙分身神色如同古井无波 任何人都休想从他的眼神和动作之中 看出他的想法 雷龙分身 龙爪猛然一弹 此爪如同云中而来 四大四小四隐四限 四重四轻 刹那间 以一种旋之右旋的方式 越过重重空间 抓到了金色巨棍之上 这是龙族秘迹 神龙探爪 金色巨棍瞬间凝固 金光和天雷的紫光 倒映之下 巨棍的主人 瞪时露出了真容 此人赫然就是 人族长老 斗战子 斗战子的脸容之上 凝固着一丝惊骇之色 雷龙分身 以爪子 应声抓住他的巨棍 这种本事实在是太过于害人 然而是斗战子心境过人 也不禁地心头大振 滚 雷龙分身冷哼一声 龙爪猛然一挥 庞大的天雷之力 重重叠叠 如同天河一般涌去 斗战子刹那间 就被天雷淹没 整个人 就像是流星一般 被甩到天际 甩飞到战子 雷龙分身 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 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 从心底生出 这种感觉 就像是普通人 被毒蛇盯着一般 浑身冰冷 冷到灵魂伸出去 雷龙分身 猛然化作闪电击退 两只龙爪 如同两座山月 猛然朝着虚空之中暗处 庞大的天雷之力 把整片空间 染成了紫色 雷龙分身的双爪 刚刚暗处 一柄长枪 骤然而来 此枪次来之际 正正是雷龙分身 击败斗战子 气势和力量 最低谷的时期 显然 这柄长枪的主人 乃是一个老谋深算 实力深不可测之辈 他这一枪刺出的时机 几乎是完美的 出手的时机是完美的 枪法也是完美的 此枪一出 无声无息 整个天地 都寂静下来 这一枪 如同君王一般 统治了一切 危机之际 雷龙分身 雷龙分身终于展现出了惊人的计算力 和敏锐的感觉 他纯粹是凭着一丝感觉算出了长枪的轨迹 以龙爪硬汉长枪 一声轻响 龙爪和长枪交集发出巨大的声音 但这种声音刚刚发出来 又被庞大的力量硬生生地搅散 只能发出一声轻微的声响 雷龙分身 按住长枪 庞大的精神力量 刹那间锁定了对手 他的对手 乃是一个黑衣老者 这人的相貌和血枪子 一模一样 气息也和血枪子相似 明显是血枪子的一个分身 雷龙分身 龙爪猛然一挥 血枪子分身 只感觉到力量排山倒海而至 虎口崩裂 当场被甩出百里 龙族就是龙族 在力量方面 除了上古蒙马像之外 任何种族都无法和龙族相提并论 血枪子的分身 修为绝高 但他的力量明显不如雷龙分身 只能是憋屈地退出百里 雷龙分身 连续击溃两大强横对手之际 天空中的阵盘 已经凭空生出了条条光辉 条条光辉 把玄光长老轰飞到一边 一个巨大无比的阵法 眼看就要形成 雷龙分身毫不犹豫地飞起 龙爪一挥 阵盘被龙爪轰中 等时发出一声哀鸣 光辉爆闪 消失在天际 雷龙分身回身 冷冷地看了血枪子分身一眼 化光而去 血枪子分身双手紧握着长枪 眼神闪烁 但却没有动身去追 雷龙分身在极短的时间内 击败了玄光长老本尊 击败了斗战子本尊 又把他击飞百里 最后 硬生生地把阵盘轰飞 以一己之力 破坏掉他们的杀局 这种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强势扭转战局的手段 让血枪子分身 都生出了忌惮之色 一道紫光 来到天阶灵脉之外 天阶灵脉外面的阵法 自动打开 紫光入内 化成了一个人 正是雷龙分身 雷龙分身来到张叶前方 虚空中 没有任何的对话 也没有任何的眼神 和动作交流 雷龙分身和张叶 本来就是一体 他们之间 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根本无需说话 雷龙分身 一进入到天阶灵脉 立即把一段金光灿灿 弥漫着异乡的东西 拿出来 这段东西 正是零波上戎的肉身 最后 雷龙分身 又拿出了两个庞大的鸟狮 鸟狮之中 发出阵阵炽热威严 而又高贵的气息 正是两只金屋的尸体 最后 雷龙分身 拿出一片红红的梧桐叶 这片梧桐叶 曾经被凤凰炼成分身 虽然凤凰的力量已经散去 但梧桐叶本身就是一件宝贝 叶片之中 蕴含着凤凰的气息 参悟这种气息对张爷来说 有着种种好处 拿出东西之后 雷龙分身找了一个地方 盘坐下来 雷龙分身这段时间 除了渡劫之外 整天都在战斗 频繁的战斗 让他根本没有时间 静下来 参悟天雷之道 现在 难得一段安静的时间 他自然要抓紧 好好地整理一下 天雷之道 融合一下 从天雷伪世界之中 获得的感悟 张爷这时候 则开始大口大口地吞噬龙肉 龙乃是蛮荒至尊 一滴鲜血或者是一块龙肉 就可以让一条普通的蛇 开启灵质 一步步地踏上净化之途 最终 化蛇为蛟 化蛇为龙 由此可见 龙血和龙肉 有着一个极其逆天的功效 那就是提升生命本质 提升力量 张爷体内的天和正气 虽然也蕴含着远古龙力 但毕竟是自己提炼出来的 太过于微弱 所以他的身躯 远远无法和龙族相提并论 现在 张爷得到了大量的龙肉 终于得到了一个 提升生命本质 提升肉身的机会 三天之后 张爷完成了第一次淬炼 肉身的力量 整整提升三倍多 而丹田和经脉 也扩展不少 这么一来 张爷体内的庞大力量 终于有了去处 他的身躯 一点点瘦了下来 七天之后 张爷完成了第二次淬炼 这一次淬炼 让张爷的力量 又提升了一倍多 每一丝肌肉 都充斥着爆炸性的力量 每一丝肌肉之中 都蕴含着一种威严 而尊贵的气息 正是龙族特有的气息 这次淬炼完成之后 张爷完全恢复了以前的模样 半个月之后 张爷完成了第三次淬炼 龙肉虽然神奇 但却也有一个限度 第一次淬炼的时候 效果是最明显的 第二次第三次淬炼 效果就远远不如第一次了 像第三次淬炼 张爷的力量 只提升了五成 提升的幅度 远远不如第二次 更不如第一次 不过 张爷对此 已经是非常满意了 三次淬炼完成 张爷体内能够容纳的天和正气 是以前的十倍之多 他体内的灵力 本来就远远地超过 同级修炼者 三次淬炼之后 他体内的灵力 整整是同级修炼者的 三十一倍 张爷感觉着体内 澎湃不休的力量 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 好 龙肉的效果实在太强大了 百足争霸战的时候 我以星光淬炼身躯 身躯虽然变得强悍了很多 但只是力量和强度上的提升 并不是本质的提升 而这真龙之咒 却可以直接提升生命的本质 效果比起星光淬体 要好得太多 我现在体内的力量 整整提升了三十一倍 面对零到九重后期的强者 我单凭着力量 就可以碾压他们了 再也不用打得那么辛苦 就算是面对零到九重巅峰强者 我也不会迅速多少 零到九重上人的强大之处 使他们隐隐触摸到了世界的一点本质 距离法则更近 另外 他们的力量比零到八重精纯 精神力量也比零到八重强大得多 可以说 零到八重和零到九重之间 有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实力相差其大 普通的零到八重碰到零到九重 只有死路一条 也只有张掖这种悟性极强 参悟了星辰奥妙 拥有独特先天五行尾世界 拥有半部法宝追魂中 战斗意识和计算力 独步蛮荒的天才人物 才能越即战胜 甚至斩杀零到九重上人 饶是如此 张掖斩杀零到九重上人 依然不是轻松的事 现在就不同了 体内的力量整整提升了三十倍 这让张掖的每一刀的威力 都提升了数十倍 甚至是百倍之多 所以 张掖现在有信心 可以轻松地斩杀零到九重后期上人 即使面对零到九重巅峰 张掖也是丝毫不惧了 张掖兴奋一阵之后 很快又平静下来 他肉身能够容纳的力量 虽然相当于同阶人族强者的三十一倍 但和真龙相比 却又相差得远了 张掖估计 灵波上龙体内容纳的力量 至少相当于同阶强者的三百倍 每一个零到九重巅峰强者 体内的力量都如同汪洋大海一般浩瀚 但灵波上龙体内容纳的力量 竟然是同阶人族强者的三百多倍 简直是难以想象 灵波上龙体内能够容纳的力量 乃是同阶人族强者的三百多倍 而我现在能够容纳的力量 乃是同阶人族强者的三十多倍 距离灵波上龙 还有着一段极大的差距 不过 我手里还有两只金屋尸体 金屋尸体里面 有着一丝凤血 我可以利用这丝凤血 再一次的淬炼身躯 提升生命本质 张掖的手掌 虚虚一抓 一只金屋的尸体飞了起来 张掖施展出炼器手法 开始提炼金屋之中的凤血 传闻之中 凤凰之血落到太阳之上 然后化成了金屋 金屋一代代繁衍 体内的凤凰血脉 慢慢地变得稀薄 但和其他飞禽相比 金屋体内的凤凰血脉 乃是非常纯正的 而金屋一族的地位 在飞禽之中 也只是仅次于朱雀 天鹏和孔雀 五天之后 张掖终于把两只金屋体内的凤凰之血 巧妙地提炼了出来 提炼出来的凤凰之血 只有拳头大小 但散发出来的气息 却是尊贵威严 让人生出一种 顶礼膜拜 跪地沉浮的感觉 张掖的精神力量 深入到血球之上 分明地感觉到 每一丝凤凰之血 都在不甘地咆哮着 透发出一种毁灭的气息 不过 在这种毁灭性的气息后面 张掖却又分明地感觉到 凤凰血里面 蕴含着一种勃勃的生机 毁灭与生机纠缠在一起 隐隐间如同天道运转 蕴含着无穷的奥妙 仅仅是感觉着鲜血里面的变化 就让张掖赞叹不已 凤凰不愧是蛮荒至尊之一 血液里面都蕴含着天道 只可惜 这团凤凰血 毕竟是提炼出来的 并不是真真正正 从凤凰身上流下来的血 缺少一丝灵性 无法帮助我感悟天道和法则 我现在就把它吞下去 希望它可以提升我的生命本质 张掖把凤凰之血吞了下去 凤凰之血落到张掖的口中 就像是火把落入的油里面 疯狂地燃烧起来 张掖的每一块肌肉 每一根骨头 每一条经脉 甚至每一根头发 都在疯狂地燃烧 张掖成了一个熊熊燃烧的火人 张掖痛苦不堪 但他完全没有在乎 他默默地感受着凤凰之血的作用 心中赞道 好奇妙的凤凰之血 如果说 龙族之血是直接提升生命本质 那么这凤凰之血 就是燃烧掉一切杂质 让生命和力量 变得更加的完美和纯粹 只可惜凤凰之血少了一点 无法把我血肉中的杂质 和力量中的杂质 依然烧掉 一天之后 张掖站起身 感觉自己身躯 异常地轻松 天和正气和身躯 都有一种 晶莹剔透 完美无缺的感觉 就连精神力量 也发生了变化 精神力量随意扩展间 种种蛮荒大地的奥妙和法则 似乎忽知欲处 垂首可得 张掖闭目 细细地感受了一阵 有内势一番 忍不住叫道 好 凤凰之血果然不凡 除去部分杂质之后 我的肉身变得完美多了 可以容纳的力量 相当于同级人族强者的三十五倍 而力量也变得精纯了不少 天和正气的威力 将会更加强大 冲击零到九成的机会 也变得更大了 接下来 张掖再一次吞噬灵气 然后 把灵气炼化成天和正气 张掖这一炼 九十五天 感觉到 整个丹田和经脉 冲涩的满满的 才停止 炼化 听众朋友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